孩子是无辜的 但是你不无辜 魏无羡心想 莫不作声地扣起衣服 穿好鞋子准备走人 孩子在他的肚子里 他想留就留 想打就打 蓝忘机干涉不了 呵 别以为怀了他的重 他就有理由以丈夫的身份自居 想得美 他依旧认定蓝忘机是个极品渣男 蓝忘机都能在结婚登记现场抢人了 还有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的 既然莺莺是魏无羡目前这具身体声的 蓝忘机当年怎么没去他呢 总之 他不想跟蓝忘机结婚 他还没有看透眼前这个人 反正 孩子我是一定会拿掉的 不要 蓝忘机惊恐万壮地拉住他 你是甘心养不起吗 有我在 不会让你们受委屈 我定会保护你 魏无羡心想 说不定 我人生最大的风雨就是你带来的 烦躁到 不要吵我 我想静静 拉开房门 蹬蹬蹬地跑下楼 蓝丝追待着莺莺已经赶到了 莺莺大喊 妈妈 妈妈 旋风一样冲进魏无羡的怀里 仿佛孤单的流浪猫 终于找到了妈妈的窝 埋手在他怀里巴拉巴拉地掉眼泪 妈妈 妈妈不要丢下我 呜呜呜呜呜 莺莺哭得好委屈 哭得好可怜 他差点以为妈妈不要他了 三岁小孩把魏无羡单薄的身子 撞得亮枪后退了几步 他心里的烦躁又加深了一层 可是这个孩子是他亲生的 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骨肉 在那未知的十八岁的记忆里 这个孩子喊他妈妈近一个月了 他有心疼过 有关怀过 有心软过 却从来没有妥协过 就那样放任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一想到这里 他感觉全身撕心裂肺的疼 他见孩子太多 孩子长到三岁了才来到他身边 孩子喊他妈妈那么久 他才知道是自己亲生的 他的心要疼死了 欠婴婴的 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鼻头发酸 眼圈发红 紧紧抱着婴婴 婴婴乖 妈妈不走 不会丢下你 哇哇哇 妈妈 得到了安慰的婴婴哭得更大声 更放肆 她还小 什么都不懂 可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 岂会因为年龄小就打折 不会 正因为年龄小 他们的情感更纯真 她好委屈啊 努力了那么久 终于得到了妈妈一句承诺 她如释重负 因为她终于父母双全了 乖 不哭啊 婴婴这么漂亮 哭鼻子就不好看了 魏无羡轻轻拍着小女儿的背 低声哄着 抱着她来到喧闹的大街上 蓝望鸡和蓝丝追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妇女团聚 默默地跟在后面 不敢上前 魏无羡给婴婴买了一只毛绒小兔子 一套文具 还买了一把古风簪子 这是她有生以来 给孩子买的第一份礼物 小心翼翼地送到婴婴手里 婴婴露出大大的笑脸 我好喜欢 又带着婴婴去了抓娃娃 去玩幻影星空模拟游戏 去吃了很多好吃的 把小女孩哄得咯咯笑 逛了没多久 午餐时间要到了 蓝望鸡看了蓝丝追一眼 指使她安排午餐 蓝丝追会议 上前几步 魏老师 中午想吃什么 叔叔请客 听到蓝望鸡请客 魏无羡又不想吃了 谢谢 我回家吃 我爸妈在家里等我 蓝丝立刻道 妈妈 我也去 魏无羡笑道 好 带蓝丝去见爷爷奶奶 蓝望鸡立刻道 我送你们 魏无羡本能地想拒绝这个要求 可是蓝丝发话了 好耶好耶 爸爸送我们 我要买好多礼物给爷爷奶奶 于是蓝丝追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放后备箱 蓝丝追开车 蓝望鸡和魏无羡带着孩子坐后座 蓝望鸡本来应该做副驾驶的 可是他不怀好意 非要跟魏无羡挤在后座 魏无羡急了 果然 车子行驶到一半 莺莺就困了 他在两个大人的腿上呼呼大睡 蓝望鸡徐徐开口 魏莺 我们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蓝望鸡无奈 对我这么大的敌意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魏无羡撇撇嘴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就凭他没把怀孕的魏英去进门 魏无羡就足以他判死刑了